110年花莲县的行动室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行动学堂 在新天来到了玉璃镇启摩里 而为了贴近在地社区与长者的文化习惯和生活 特选在福德工前广场办理 大家一同欢乐一同学习 活动现场非常热闹 110年花莲县行动室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行动学堂 11月19号来到玉璃镇的启摩里 为了贴近在地社区跟长者们的文化习惯跟生活 特别选在福德工前广场来办理 大家一起同乐一起来学习 活动现场非常热闹 其实我们南区都是由吴欣文老师带队 由他来安排所有的行程 今天也带了他们的团队来 我们感谢你们谢谢 这次来到启摩里除了宣导讯息之外 也安排了服气小吊式的课程 来训练长者们的手脑功能以及美感的培养 也安排了在地的讲师 引发体势能诚信起教练 带领在地长者们一同来运动 并且推广运动保健的重要性 以长者学习的服务为目标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出户外 然后一起来共同学习参加社堂活动 行动学堂克服了花年县地形狭长 区域辽阔 人口高龄化等等的困难 提供完善的饮法乐活学习服务 以建立健康养生与共享的概念 并且鼓励志愿服务 以及社会参与 缩短偏远的距离 提供社福资讯跟资源 强化地方连结跟关怀 以拓展社会福利 服务触角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